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實他這幾年來身體狀況都不好 而且他是一個產障人士 所以這個不是說所謂謠傳的這個什麼製造假車 或這個是他本人這個身體狀況時好時壞的問題 看一下社群媒體最近有流傳一段影片 那有民眾開車經過苦力症男性街的時候 行車記錄器有拍到一名年級不響的男子 突然出現在車輛的前方 並且自己倒下地圖製造假車禍 那警察根據沒有接獲到 相關110的報案紀錄 後續循現了解 該名男子有情緒上的問題 那警方在此鼓勵民眾 為了避免像假車禍、增鏈財這樣的事情發生 建議大家騎車、開車 除了遵守交通法規 注意行車狀況之外 最好再加裝行車記錄器 那如果有發生行車糾紛或是疑似遇到 製造假車禍的案件 應該以110電話來報案 並提供相關的影片給警方 以釐清車禍發生的肇事原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